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最新一期的美国收盘节目,我是贝赛宁 电视纽约时间2014年8月6号星期三,下面我们关注一下今天大盘的确定情况 美国股市周三开盘继续走低,受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的边境冲突升级 以及先前两起美国国内大型并购案破局带来的冲击 再加上欧洲经济状态不佳,导致美股市场担忧情绪升温 周二华尔街出现的大幅抛售情况继续影响着市场投资者的情绪和积极性 但五间三大股指曾一度反弹走高,似乎暂时摆脱了国际政治局势紧张的影响 这股微弱涨势延续到了收盘,虽然道指和标普指数期间曾经出现过回落 但尾盘时三大股指均有小幅回升 交易量上纽交所周四交易量换手为4.60亿 纳萨克周四交易量换手为14.59亿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三大估计的具体收盘点位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今天上涨13.87点 报收16,443.34点,涨幅0.08% 标普拐指数今天上涨0.03点,报收1920.24点,涨跌持平 纳萨克中和指数今天上涨2.22点,报收4355.05点,涨幅0.05 盘面上今天表现强势的领涨板块有必需消费品,能源,金融和材料板块 而表现不如大盘的则包括非必需消费品,医疗保健,工业,科技,电信服务和公用事业板块 经济水平方面,美国6月贸易赤字以外收载,根据美国商务部公布的报告称 美国6月份的贸易赤字减少7%,降至415亿美元 主要因为石油进口量下降至2010年下半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在利好的6月贸易赤字公布之后 巴克莱银行将其对美国第二季度的GDP增速的追踪预测 从4%上调为4.3% 欧洲经济状态不佳也打击了投资者信心 令美股市场今天进一步沉压 根据官方数据显示 意大利经济在第二季度意外出现0.2%的环比萎缩 意味着该国目前重新陷入经济衰退状态 这个消息导致意大利股指暴跌 欧洲市场主要区域指数普遍收低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一支个股情况 对于OTC市场的小额股来说 转板至主板市场相当于鲤鱼跳龙门 转板成功意味着公司将获得更高的 投资曝光率和股票流动性 科技研发许可公司 Ubiquity交易代码UBIQ 早先就放出了申请转板的消息 目前在转板上又取得了重要进展 8月6日UBIQ宣布了审计委员会 薪酬委员会 管理和提名委员会的人事任命 这就是为即将转板纳斯达克做足准备 公司为成功转板做足了功课 此次任命中就有三位在业界拥有丰富经验 和出色洞察力的行家 将为UBIQ的转板进最大努力 公司消息方面 今天美股市场的主要集中利 都在两项失败的企业并购消息上 这两项并购案之前都获得了相当高的 美体曝光率 首先是21世纪福克斯公司在周外晚上表示 该公司已经撤销了对时代华纳 价值800亿美元的收购计划 此前时代华纳公司曾公开拒绝了 21世纪福克斯的提议 但舆论普遍猜测 媒体大亨莫多克将会一意孤行 单方面大幅提价为达成并购 但目前看来收购一事已经高一段落 21世纪福克斯新批准了一项 价值60亿美元的股票回购计划 而时代华纳在周三盘前则是公布了财报 该公司第二财积净利润利好 但是全季营收67.8亿美元 略低于预期 另外一项失败的并购案是移动运营商 Spring公司在今天同样表示 将停止收购T-Mobile的努力 Spring还更换了公司首席执行官赫斯 新上任的公司CEO是亿万富翁 企业家克罗尔 Spring今天股价也应声下跌 最后苹果及三星电子日前宣布 两家公司同意缩小其国际诉讼站范围 双方已经同意撤销在美国地区以外的 9个国家的专利争端 苹果股价对此反应积极 好 欢迎您收看这一期的美国收盘节目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